一个人活着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一个人活着不断在挫败中成长 一个人活着有时不仅仅为自己 今天要说的故事来自于曾微不足道的人物 可他最终活成一束光 他叫刘秀祥 1988年出生于贵州省的一个小山村 只可惜他没有普通小朋友那般无忧无虑的童年 他四岁开始父亲因病去世 家里的经济来源也随之轰然倒塌 母亲没能承受住这个打击 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病 不仅失去了自理能力 还经常会发病 几乎一夜之间 家不成家 好在还有哥哥姐姐们 他们一起种地和照顾母亲 维持着最基本的家庭生活 但这样的生活也没能坚持多久 由于受不了捉襟见肘的生活 刘秀祥的哥哥姐姐们相继 其他这样年纪的孩子还在父母的庇护下快乐成长 可他却被迫 可他却被迫早早成年了 常常天还没亮 他就要起床种田和砍柴 为一天的生活早早做准备 小小小又稚嫩的肩膀 在磨练中也变得越来越坚强 可即使生活再难 他也从未想过放弃读书 因为那是他唯一能看到的希望 虽然并不清楚读书可以带给自己什么 虽然那个希望遥遥无期 可读书依然是支撑他的全部力量 那时学校离他家很远 远到来回需要四个小时 而回家后还有农活和母亲需要他照料 可他依然咬牙坚持 小生初考试中 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重点中学 但高额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还有母亲 毫无自理能力的他该怎么办 经过深思熟虑后 刘秀祥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 选择不要学费的民办中学 带着母亲去县城上学 他的出发点固然好 可没有经济来源的两个人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该如何生存 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住宿问题 刘秀祥想到的办法是 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 搭了个简易的棚子 从此那里就是母子俩风雨飘摇中的家 每天放学以后 刘秀祥就要开始工作 搬砖头 扛水泥 捡废品 刘秀祥干遍了脏活 累活 只为母子俩可以糊口 没有菜吃 他就跑到菜市场 捡些别人不要的菜叶 煮着吃 是的 很多时候连油都没有 一个正长身体的小伙 为了梦想与母亲 只能一再透支自己的身体 以致只有八十斤 这对于很多人而言 不可思议 却是刘秀祥经历的真实人生 上了高中后 由于课业繁重 他只能下了碗自习 再去减废品 从深夜 减到凌晨四五点 回来洗八脸 再去上课 长时间的营养不良 和缺乏休息 让刘秀祥的身体 不堪重负 最后 只能带病参加高考 结果不幸 名落孙山 这对于刘秀祥的打击 是巨大的 他可以承受住一切厄运 可以忍受生命中的 任何疾苦 可他无法接受 梦想落空的现实 他用生命在读书 可命运 却无情地抛弃了他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 精神支柱啊 在理想与现实的 撕扯之中 他无意间看到 曾经写下的一句话 当你抱怨没有斜穿时 你回头一看 发现别人竟然没有脚 这句话 犹如一记耳光 打醒了他 是啊 比起那些没有亲人的孤儿 他至少还有母亲 虽然他无法照顾自己 可只要有他在 他就还有一个家 而且扛过了那么多磨难 现在已经看到了曙光 他又有什么理由放弃 痛定思痛之下 他决定复读 可复读就意味着需要钱 他哪儿来钱呢 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能去找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 在遭到反复拒绝后 第五次时 他跪了下来 这一跪 跪出了他与母亲的未来 2008年 他终于拿到了 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一刻 他激动得无意复加 可在短暂快乐之后 他发现学费要几千块 这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天文数字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他决定利用假期 赚足去大学的路费 到了学校后 无论学校开出什么条件 他都愿意 但他绝对不会放弃上大学 就这样 他带着母亲来到了山东 也就是在那时 他的事迹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随后 几十家媒体 相继报道了他的故事 许多爱心人士 纷纷向他伸出了援手 但这突如其来的关爱 没有让他失去初心 他感谢众人的好心 拒绝了大部分资助 只接受了学校 为他和母亲安排的住处 他当然知道 接受捐赠 会让他过得轻松一些 可也许就因此失去了 自食其力的能力 之后的人生 一如从前 除了学习外 他把所有的时间 都用来照顾母亲和打工 毕业那年 很多单位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面对唾手可得的精彩人生 他再次做了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 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教师 他想用自己的经历 激励那些孩子们 自己在困难重重中都可以做到 他们更加可以 外面的世界比想象中还要美好 他希望他们都可以看到 就这样 他带着母亲回到家乡 成为了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老师 面对家乡部分人们 对教育的漠视 他一遍又一遍家访 跑进了整个乡镇 骑坏了八辆摩托车 改变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命运 他还在租房子 却把一大半的工资 奉献给了学生 他经常叫学生们来家里吃饭 让那些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在他的细心呵护下 很多孩子重新定义了学习的意义 刘秀祥向一束光 照亮了他们的人生 现在 他也是望墨县实验高中的副校长 他仍然不遗余力地奋战在教育的第一线 用自己的热血反补那片 生养他的土地 他的母亲 还是和他生活在一起 健康 平安 一个人 可以怎么活 有人选择 最生梦死 有人选择 肆意而为 也有人选择 默默奉献 这当然 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无从非议 可刘秀祥 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感动了无数人 如果换一个人 经历他的人生 可能早就对命运 缴械投降 自怨自意地 过完下半生 但刘秀祥 赋予了人生 不同的注解 让人热泪盈眶的是 他不仅改变了自己 还用善良 温柔了 整个世界 2018年 刘秀祥入选了 中国好教师 可他谦虚地表示 只是 自己幸运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 扑鼻香 没有数十年 如一日的坚持 又怎会有如今的 荣耀加深 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荣光 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 只要有梦想 只要去坚持 只要勇敢面对 就一定会等到光明 最后 我也想向刘秀祥 伸出大拇指 你平平淡淡 但万丈光芒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和大家分享完了 我们在钢筋水泥森林里 披荆斩棘 生活不易 或许确实是命运 对我们不公 有的人自怨自艾 有的人止步不前 有的人迟出放弃 但有的人 却迎难而上 把自己 活成一树光 文中说得好啊 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得梅花 扑鼻香 愿我们 有梦想 有勇气 永保赤子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